我已經聽到你按下去燈的聲音 剛剛那個情義 有人快遞 用快遞寄來 LV香水 我現在要打開 你看快遞單還在 LV香水 你有看過LV香水嗎 我只有賣過小的 那時候 小隻7.5號一盤一盤 對不對 賣的還不錯吧 有聞過嗎 沒有對不對 我也沒聞過 因為太貴了我都 沒聞過 LV真的很難拿 因為我去歐洲的時候 那個時候很多導遊都會代購 對不對 可是LV他做到什麼程度 是每一家LV都排隊 然後 LV進去你要拿著護照 假如說你同一個東西 一年已經跟他買了而已 兩次 他說抱歉 這個東西不賣你了 因為我們合理的紀錄 懷疑你是我在做生意這樣子 我都覺得很厲害 就是他對於他的品牌跟品質的控管 是這麼的堅持 就是好的東西 就是不能變得讓他變腐爛的 我們來聞一下 這一款我是不知道啦 還不知道名稱 直接就先盲測一下 好不好 那記得香水噴的時候 給他十秒的時間 因為一開始酒精會比較多 那因為他是用酒精做為 這個揮發的基底 所以你要讓他時間跟氧氣交換一下 皮革感 有花香 也有根莖 花瓣的根莖 皮革上面 有花 花在皮革上嗎 皮革跟青草 跟花的結合 這個厲害 你有聞過嗎 來來來 試一下 他的霧感也很好 果然是LV 只要是LV 他的價值加分 我最近給同事看了一個影片 他這個 一個英國的 網紅 他 自己做了一家餐廳 那餐廳全部都是假的 然後包含說 這個評分從一千名以外 世界排名一千名以外 然後開始去做 你有看這夜明天嗎 你有看過嗎 你要看一下 他真的太厲害了 然後他 所有他的 包含他的豬腳 豬腳 豬腳蛋啊 還有什麼菜呢 都是 虛擬做上去 然後拍漂亮的照片 然後訂購專線 開始 只要有人打來 你有看到嗎 銷售鬼才 對銷售鬼才 只要打給他 他說定滿了 只要打來定滿了 結果一開始是這樣 後來定滿之後 開始 越來越高 開始進入五百名 從一千名以外 兩千名以外 進入一千名 一千名就進入五百名 只用了四個月的時間 然後又從 五百名變成兩百五十名 又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然後越推越快 那 後來 因為 謊言快要被戳破了 他就真的請 現場這邊有人 請這些客戶 還有人從法國過去到英國去吃的 欸 去吃了之後 因為 他這個環境真的是 他家的倉庫 有點漸淋 他 讓所有人進來的時候 都要蒙上眼睛 哇 他剛剛就覺得 哇 很神秘感 然後他所有的料理 全部都是微波食品去處理 就微波這樣 那他怕 大家聽到他的微波聲音 就 全場請了Light Band 在那邊伴奏音樂 結果 他已經進入了 大概第一名 短短只用了七個月的時間 就是 美食排行榜第一名 那 當場呢 吃完的人 每個人採訪 個別採訪 大家都說 哇 這個餐廳果然是世界第一名的餐廳啊 回去一樣給他的五星級 所以這個意思告訴我們 就是 只要掛上了LV呢 就是 你就會覺得他很像 就是這個意思 那 這個鬼才呢 銷售鬼才 他後來 又看到一個地攤的品牌 義大利的一個地攤品牌 叫做什麼阿媽尼的 不是 不是揪揪阿媽尼 不是 是另外一個阿媽尼的地攤牌 他用這樣的方式 以後有機會再分享給你們聽 也就是說 大家其實在現代都只看評價 不經思考 所以只要帶帶風向大家都信 所以這個就是 現在 快速資訊通透的 時代 你就會越來越 失去判斷力 就是越來越不用大腦 就直接判斷 別人說的都一定是好的 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 但是也是一個很有趣 玩耳一笑的事情 好 那希望這一個 今天這一支香水LV的 如果你知道中文的名字 我待會再去做功課一下 可以 出個假 好不好 找到下一部好人家 我覺得真的是很不錯 OK 希望你會喜歡 拜拜